无名 课件总结 本周学习 扫援软拳 鼓拳法 雀跃步 练拳体会 一看到课件 也是异常兴奋 开始还觉得应该不难 结果练起来 才发现极不简单 你们所有人都这样 首先体能 自我感觉平时也打打篮球 跑跑步 跳几步 体能 那个应该不成问题 结果 跳个十来个就喘得不行 这还是真实质的对抗式 个人体能的锻炼功法 和检验标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跳个十来个就不行 就接着跳 就体能不行 就是不行 他是全速中的体能 和你打篮球啥的 虽然有相通之处 但是他还是要以 全速中的体能为主 哪个都行 其实你练哪个 你就得哪个 第二 平衡能力 协调性 还以为自己腿上平衡 没啥问题 结果开始练体来才发现 还是摇摆不稳 结果就是不能很好的实现 上次挖掘手同步的四肢果 树合住 第三 爆发力 单腿负重 弹踢爆发 也得到了充分训练 在此感恩的汪老师 呈现如此好的功法 以及蓝石雄的细心之道 我必须努力 日益精进 学生功名 好的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